本來是57%這一個 你會發現2.33佔有率最高 再來第二名是哪一個 4.03 也就是說其實你會發現兩極化發展 也就是說現在大部分買手機的 要不你又買稍微舊一點點的 可能是他就給你2.33的 到2.37 那你比較新買的 你可能就是一拿來就是4.0的 甚至像新的我最近又升級成4.1了 4.0跟4.1差一點點而已 你幾乎感覺不到 但是反正把它更新上來的話 用用看 所以我的手機有兩支 而不只兩支 其實我手機我有三支 平板我有兩支 Android 那就是你可以去了解之間的差異點 那比如說呢 當你在開發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說用哪 開發哪一個平台比較適合 那這個平台的話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這些都是你要去關心的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就是 剛剛提到就是 打開這個Tuno 特別重要是Tuno 那那個3.7叫什麼 叫什麼 Indino 它有個名稱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要下載語系的話 你要知道你這個版本的語系檔的名稱 所以接下來呢 我怎麼下載語系檔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把它變成中文的環境的話 那該怎麼辦呢 第一個請到一樣Eclipse的網站 然後Eclipse的網站這邊不是有個search 請你找一下 好像這個上學也有講過了 Bable B-A-B-L-E 它是一個語系的專案 按Enter Enter之後你可以看到呢 search完畢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叫Eclipse的Bable Project 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主要是在解決語系上面的問題 所以這邊有一個download 請你找download download的地方往下找 它會有出現呢 它有一個Package Z 打包檔 and United States 這個有英文的也有各國語系 那裡面的話 這邊有Indigo Indigo就是3.7的版本 然後還有什麼 Helios Helios的話是3.6的版本 也就是它每一個版本都有每一個版本的稱號 但是它這裡不會顯示什麼 這個是3.7 這是3.6 這是4.2 那你要怎麼辦 你要自己記得 要不然的話 你下載錯誤的語系檔 它也不行 所以呢 特別注意喔 Bable 搜尋一下對不對 找到那個download的那個連結之後呢 就找什麼 Juno 有沒有 它這邊有一個Bable Language 就是語系的打包的VIP檔 那我們呢 就找到什麼 Juno 記得不要點錯喔 如果說你要3.7的 你再去找 就是G C C